這個就是上個項目 一共有6棟 7666元單價 但109方的總價是83萬左右 樓上樓下有少少相差 但總價是83萬 嗨 大家好 我是珊珊 珊珊今天介紹一個新盤 首先講一下這個位置 我現在在樓盤的大門口 即入面的花園 待會我嘗試介紹一下沙盤給大家 我轉過來這條路是屬於龍海二路 對面是海南廣場 右邊是新寮市場 新的市場是之前打灣這邊有 那條村 即是那條村也是本地人的 所以市場比較大 待會珊珊就會帶你進來 講一下沙盤的位置 我們先二步過來 好熱啊 吹一下風 我現在來到營修中心 人俠民居 這個名字是人俠民居 轉過來先看看這個路線 讓大家看看 首先講一下這個路線 這個位置 讓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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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就是人俠民居 這個位置 如果是過來沙鐵地接站的話 這條路的話 是比較近的 沙鐵地接站在這個位置 都不算是很遠 距離的話大概有2.83公里以內 因為在龍山三路這邊 這個位置不行 就是龍山二路 龍山一路是這個位置 龍山一路 打過來這邊的位置 已經屬於深圳了 屬於深圳了 這邊這個地段位置 屬於深圳 這個就是一線林心 所以 這個地段的位置 是一線林心 我們轉過來看看這個沙盤 沙盤 這個就是上個項目 一共有6棟 小區都算不算大 裡面的花園都可以 大概棟樹的話有535 535 我現在介紹的是 在售的是4棟 4棟有兩個戶型 一個是90方 一個是90方 一個是109個方 為什麼山山會介紹這兩個戶型 因為只有這兩個戶型 在售 得兩個戶型 在售 今天的推出 就有一個特價房 6999 就是四樓來的 四樓 一二三四 這個位置 四樓 只剩下兩戶 只剩下兩戶 一百零九個方 兩戶 六千 即是六千九百九十九 剩下其他樓層 全部一口價 七千六百六十六 任你選擇 大戶型也好 小戶型也好 任你選擇 看看這個 這個四樓 看看它的花園 那個花園 那麼商業 靠近商業 這邊的話 就會靠近 四樓樓下 靠近商業 可能就會 如果買低樓層的話 就會比較稠 那你買 你可以選擇高樓層 因為的話 專門過來 因為高樓層的話 也是一個價格 七千六百六十六 那一口價的話 任你選擇 先到先得 那樓層也 現在樓層也有得選擇 因為這個政策 已經出來兩天了 三三今天才有空過來拍攝 那這個呢 首先呢 講一下這個跌段 首先它這個跌段 屬於臨心 一線臨心來的 龍山一路 和龍山二路的話 這個位置的話 相信大家都很多人 找之前這個價格 買到一萬二千多 也是謀批 那這家的話 單價又好 也都降了下來 單價總價 都是七千六百六十六 一個方法 任你選擇 那我們轉過來看看 它的消控有什麼房間 先 Hello 我們現在正在營收中心 等一下的話 珊珊會帶實體上來看看 實體上來看看這個樓層 多不多 那它現在是燒四棟 那樓層的位置燒動 還有九十 只有兩個護形的 九十方和一百零九個方 兩個護形 那現在已租了之後 已經賣出去了 都是剩下很多樓層來選擇的 簡單來說 屬於任你選擇 那這邊呢 這個一棟已經租了 那一棟已經租了 已經前年租了 那現在呢 四棟呢 也是營樓帶裝修 那之前一棟呢 是 謀批 是期房來的 那現在也是 下木蘭都是做好 給大家了 那六棟呢 六棟就不用看了 六棟是會簽房來的 我們不看六棟 那就要看四棟 我們 待會的話 就會上去看 我先介紹 九十方和一百零九個方 兩個護形 好 待會呢 珊珊就會上去 示範單位那裡 一比一介紹一下 因為樓層任你選擇 都是一個價格來的 那待會上去 一起看看 好 珊珊已經來到 這個是小區 遠林 這個小區遠林呢 是 也是做好小 原樓來的 原樓來的 所以呢 之前一棟的話 已經交了樓 也都是 有人住了 但現在呢 都是謀批的 所以呢 入住了的話 就沒有什麼入住了 就是比較低 那麼 這棟 三棟 我們看看 我現在是 啊 小區中間 哦 看看這個 轉一下這個小區 待會珊珊上三棟 介紹一下 那個示範單位 那個格局 給大家看看 那現在珊珊在小區裡面 那麼 總戶數的話 也都不算多 那麼小區的話 不算大 就是有一個花園 五百三十戶 總洞的話 總洞的話 又六洞那麼多 六洞 說多的話 不算多 那麼你這個 單價的話 就是放得 非常之OK 那這邊的話 就是學校來的 初中啦 還有小學 都在這邊的話 那麼讀書的話 就比較方便了 好啦 等一下 上去三棟的話 詳細介紹一下 這個單位 給大家看看 好 好 待會見 珊珊已經來到這個二十 我選了這個二十樓 來看 那這邊的話 就是九十 九十方 那後面的這兩戶的話 就是 後面這兩戶 獨換獨戶的話 就是一百零九個方 那麼珊珊首先介紹那個九十方 給大家看看 有 就是茅批的 這邊有一個裝修 可以看看這個格局 都是潮南的 這個位置進去的話 餐廳 客廳 陽台 就是二階 一房 就可以做到三房 廚房也是挺大的 我們先看看 那這邊轉過來 是 這個是裝修 給大家 視頻看 但是 它的膠布 給大家 是無批的 那我 進來看看 那廳的開間的話 都算 去到六米幾了 那一進來的話 一進來 轉過來 這邊是 廚房的位置 廚房的位置 廚房 我說了廚房 不算小 你看廚房的空間 也很大 因為九十方 做了三間房的話 它要得粉絡 都可以的 得粉絡已經達到百分之九十的 那廚房都可以 也很大 但是它是無批的 我暫時給大家 這個是 這個 帶了一個 裝修 簡簡單單 給大家看看 但是呢 到時會給大家 是無批的 但是這個 這個地段 這個價格的話 非常值得 推介一下 給大家 這個 推薦給大家 這個 也是 看看它的陽台 我們看看 它的陽台 朝向 就是朝向 那 陽台的位置 也是非常 開間 也都去到 大概兩米八 開間 長度過就不一樣 它也是計一半的跡 我們看看 它的 這裡是二十樓 這邊的別墅 就是珠光四階 對了 珠光四階 這邊 對面 這條馬路 就是龍海一路 龍海一路 對面 就是 拐南廣場 拐南廣場 也是有電影院 下面的商業 都算可以 都算很齊 這個地段的話 你回到香港 深圳 坐車 就比較方便 就在門口 地貼 公交車就在門口 因為龍海一路 這裡 這裡就有個公交車牌 大家看到沒有 這裡 這裡 龍海 可以放大看 這裡有個公交車牌 只要走到門口 就可以坐了 對面 有個萬特影院 影城 那邊的話 就是洪泰花園 洪泰花園 洪泰花園後面 就是坐月 就是坐月 山山都是住在前面 山山住在前面 就是比較近那個 叫做什麼 萬達商圈 那這邊的話 就不屬於萬達商圈 那這邊 就屬於臨心 屬於一線臨心 那這個開間的話 有一個廳的開間的話 廳的話 真是寬 可以長遠一下 廳和餐廳 客廳和餐廳的位置 真是負一個九十方 九十方的話 它做到三間房 它不是很勉強 而且不是很緊 很緊迫的 那我們先看看 這個 一進來的話 右手邊 右手邊的話 我首先介紹這個 是計了一半的織 這個是陽體部件 是計了一半的織 另外一個織的話 它是送的 所以使用面積已經達到九十幾個方 不是 百分之九十幾 不是九十幾個方 總積都是九十幾個方 總積都是九十個方 它樓上樓下 因為是原樓 現在也有人在裝修 現在也有人在裝修 買了的話 你們要即買即辦證 買了都可以選擇裝修 那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這邊的區的話 就是屬於 那邊看的別墅區的話 就是屬於珠光市契 那珠光市契 後面的話 有條溝鐵的話 可以看一下 有條溝鐵 但是有少少稠 不算是 如果是買到 買到對住那邊的話 就比較稠 那這個方向不算 有都是肯定有些奏音的 那這個是一間房 可以到時就隔起來 那第二間房 那這第二間房的話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可以打的 它不算面積 是板來的 這個木板貼來的 就是木板打氣來的 嗯 就是始終不算面積 這個就是一人一間房 到時只要一排落地槽 那些人真的OK的話 空調擺上去 那再轉過來 第三間房 先看一下那個洗手間 先看一下那邊的洗手間 那洗手間的話 那洗手間的話 也都不算細 那到時 那這邊的話 也都是不算積 那洗手間 到時可以整個 這個乾濕分裂 那這裡隔斷 那這個廁所 可以異過一點 那看到空間不細 那可以看到 山山在哪裡 因為它是毛規的嘛 但是便剛簡單裝上去 正常計算了 薄裏的話 是沒什麼感覺的 那那好了 看到最後一間房 那這間房 可以做一個主人房 那這邊也是板來的 這邊也是板來的 這也是不算面積來的 看看毛批交到手上的毛批是怎样的 叫毛批的话 到时毛批交付给大家 就是带回一个密码锁给你 这个门的话已经是有的 这个门有进来的话 这个到时的话要贴瓷砖 要弄一番靓靓 毛批就是这样的交到手上 说回这个价格给大家 今天天气真的很热 这个就没有特价房了 全部都是一口价 单价就是7666 总价69万 首期3万元上车 首期3万元 正常首期3万元 月供的话2800 你都可以选到林森这个位置 我觉得真是好值得了 到时你再花一个方 你花800元700元来装修的话 装自己的风格的话 我觉得住在这里的话就 回香港也好去深圳也好 就非常之方便 来回的话就比较方便了 装到自己的风格的话 住得比较舒服一点了 因为月供才2800 这个位置一线林森的话 出租率的话都算可以的 好 新生带大家看一百零九个方 直接转过来这边 一百零九个方 就是一个无批的画作 无批 它开了一间 无批那间无开 也都是简单单的 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它的格局 它的交付标准的话 也都是写了 反正无批是这样的 它楼面隔音吐尿 什么仓有的 那厨房是做了什么 它是写了 那它田梯的品牌 三零 那这些 这些就是它的 反正无批 大家都知道 好 转过来 一百零九个方 就是只有两户 一百零九个方 就是独门独库来的 到时候的话 你可以选回 外面可以利用起来 门是一样 带上门是一样 本身是带上的 这是装修的感觉 装修的感觉 是本身开发箱装内 给大家看 参观的 那进来的话 这边 这边右手边 这边的话 就是 这右手边 就是这个阳光房 阳光房 亦是计算一半的面积 那看看这边的话 就简简单单 广播给大家听 这个就是这一间房 这边不计算 但是这边要看到天井 看到天井 到时整个老样房 长者房 都没问题的 那看看这个客厅 客厅呢 就是南北对楼的 这边有窗 那边有个阳台 那餐厅的位置 摆了一个路人座的原座的话 记得看 这个到时可以打回 推出来的话 更加阔了 有这么阔 那厨房的话 就是说餐厅进入 这个是厨房位置 这个厨房位置 也是够阔 但是有这么大的空间 到时装修的话 你可以花心思 花点时间 这个客厅的客厅 客厅开间的话 也就是4米左右 到时那边的话 摆回电视机 摆回70吋的电视机 应该没问题了 那好 看看我们阳台的光线 阳台的光线 109个阳台 就是这个 这个 弧形 遮住 就是一个天井 这个阳眼星 在介绍 那个90方阳光房 遮着一点 那这边的话 就有个有点点天井 那这边也是一面 潮商场 平山河 可以看到河 但是景观不是 那看河的话 景观不算漂亮 但是也要有一条河水 看看 好看 那也都是潮回那个位置 那也都是潮回那个龙海二路 那转过来再看看休息圈 刚才 刚才 珊珊已经介绍了两间房 是不是 那转过来的话 这个客厅 最进来的话 还有三间房的 不是 还有两间房的 我们首先进来 看看第一间房 到时飘仓也是打翻 这个已经要去到十三个房 打了的话 有个十三个房的位置 也够宽 只剩下一面 一面露铁仓 那转过来 第四间房 第四间房 先看看这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够阔了 嗯 这个洗手间够阔了 就不会洗了 109个房做到小间房 四间房 这个洗手间够阔了 这个洗手间够阔了 比较好 就是看下我们的透房 透房也有个阳台 透房也有个阳台 你不要这个阳台的话 到时打出去也会封了 封了仓 它只要一个封仓处理的话 到时这个房已经去到十八个房 这个主阳房 到时可以整回 因为它这个主阳房的光线 非常之OK的 它因为是这样做的话 送的职使用得多 所以对大家 购买者的话就比较适合 主阳房这边有一个透房 这个透房 洗手间和那个公厅 是一模一样的 颜色那么大 你看看 洗手间也有这么大的会议 你看看 我不是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OK 我是说这个设计房率的话 不算差 也是说这个价格 给大家看看 上个有空调 看看 我关门 吹一下 好热 杉杉在介绍的这个是一百零九个方的 那也是单价一口价 到时这个单价一口价来的 一口价 一口价 讲一下 一口价也是七千六百六十六个 七千六百六十六元单价 但是一百零九个方的总价就是八十三万左右 就是有少少 它楼上楼下有少少 相差 但是总价就是八十三万 那单价就是七千六百六十六 那 首期呢 也是三万元上车 那月宫呢 就是三千四 那三千四个月宫可以买个小房 南北对楼的话 户营都算可以的了 那是这个地段 看下大家怎样选择 有些人选择房是选择位置 有些人选择户营 有些人选择花园 选择社区 看下大家是怎样选择 但是我推荐的话 都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可以到时过来看一看 现场《斗士报》的例子 看一看 正常首期都是三万元 那月宫的话就三千四了 那三房的话就是月宫的话就是二千八 那这个二手楼的单价 都是二手楼的单价 都是去到这个价格 那这个新房的话就不同了 那这里是即买即办证的 原楼来的 好 珊珊已经讲解到这里了 那下次再分享更多选择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一闪临心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珊珊 或者是加珊珊的联系方式 那下次再见 拜拜